我剛開始吸的頭一兩天 我覺得第一天應該是口乾舌燥 會很想喝水 好像水永遠都喝不夠 然後第二天開始的時候我就覺得 吸完之後好像隔天起床 因為鼻子過敏都會有那種鼻涕逆流的感覺 會貼在喉嚨上 然後會想要咳痰 可是那個痰通常不好咳出來 然後我就發現說 怎麼就很輕鬆的就卡卡兩聲然後就咳出來了 然後都是那種黃色的濃痰 然後我就覺得 我最近好像就是連續吸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好像覺得說我最近過敏好像都沒有發作 因為我的過敏主要是季節變換 比如說現在很熱 然後我進了氣房 這樣冷熱交替我就會比賽 然後就可能一整天啊 就是很像感冒一樣 就是一定要吃鼻炎膠囊才會改善 然後我就發現說 欸這個禮拜七下來 好像改善最多的是鼻子過敏 所以我覺得就是 新親戚對我來說還不錯 好可怕 那個禮拜 是最高的 因為是最高的 你不要拿起來 是真的這些禮拜